I've seen a lot of change Bent through a lot of days 大家好我是貴妃 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 這天晚上真的是很想解水產 只好早了一天去酒屋留品一課堂 那進門的時候服務生都很訝異 可能是都沒有外國人來過啦 覺得很恐怖的款 然後我們就點了這一道胡麻輕魚 那一般輕魚呢 貓感覺就是 那不是起來做鹹魚的嗎 才能吃吃啊 可是在福岡呢 福麻輕魚其實是他們非常特別的 好吃的小吃 下酒菜 可以吃吃看喔 那這一道野生的活綿蝦自身呢 如果不會過敏的人是可以嘗試看看的 他非常的甘甜 而且上桌的時候都還是活的 雖然我最後是過敏了 他可能有浸泡過什麼藥物的樣子 我也不清楚 不過我是對藥材又過敏的人 那大家如果不會過敏的可以嘗試看看 那我們還有點了這一道生魚片聖盒 一個人呢是1700塊日幣 其實啊真的算蠻貴的 不過有非常多沒有吃過的魚種喔 我自己也分不出來啦 因為我對魚其實沒有非常了解 但是服務生呢有跟我們介紹到 金魚 海裡面很大隻的那種 然後還有海鰻魚 那你們想嘗試的話 歡迎來吃看看囉 然後啊我們就邊吃邊聊 聊說我們隔天要去哪裡玩啊 隔天的行程怎麼樣啊 因為我們的行程呢 其實都是當天才決定隔天要去哪 這樣比較沒有拘束喔 可以穿插一些小區的地方 那就這樣聊聊聊 聊到一個三十米後勒 我們要去結帳了 才發現欸 我們買大家的買萬三塊啊 一萬三千多日幣啊 所以想來的朋友呢 可以自己斟酌一下 今天吃烤鮮蚵 今天吃烤鮮蚵 他們吃烤鮮 你們吃烤鮮蚵 那我們去吃烤鮮蚵 吃烤鮮肉 這鍋也是很瘡 好可憐 蛤? 基本上是 你不會燙嗎? 不會啊 好 他把車子都挖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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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夾我了 太料子了 你看 瑞奇 他的東西都是火的 差不多了 到這邊吃高魚專攻 所以他等一下要去吃拉丁 讓我吃到 不知道先吃個原味 哇他們的味道都差不多耶 你看他們日本人的辣配味道真的超多 它也是有濃濃的 豬肉味,但是沒有講錯 它的麵都會特別細 這個姜,紅色這個是姜 看我回來吃拉麵還好 早上不知道在白色 它麵細很多耶 比麵現在粗一點 雞,現在是一塊蛋 它就很油膩 它就很油膩 它是蝦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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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蝦雞 接著晚上啊 其實我們本來是想吃滑胃鳥 但是打了三間都客滿 所以我們就吃這間QQ3 葛道地 和牛 スキヤキ 選擇 選擇 搓一時 搓一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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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